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内蒙古自治区有许多青庄精干的文化清奇兵 常年活跃在辽阔的草原上 除了演出还能放映饭灯 展览画片 讲解时事 宣传政策 传播生产知识和卫生常识 开展多种多样的文化宣传活动 把社会主义文化送到牧区 受到牧区广大人民的热烈爱戴 乌兰木齐由十二个人组成 每个人都要学会几套本领 既能歌善舞 又要能弹会奏 乌兰木齐的队员们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向 乌兰木齐的队员们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向 每月的在草原上演出劳动 并经常辅导牧民的业余文化活动 使专业文化艺术工作者全心全意被工农兵服务的好榜样 内蒙古自治清乌兰木齐巡回演出队 来到福建前线 受到部队热烈欢迎 队员们参观了前沿阵地 战士们的英雄事迹给他们很大的鼓舞 他们还在驻军某地进行了慰问演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乌兰木齐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向 他们为工农兵服务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革命精神 受到了战士们的热烈欢迎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县的第一电影放映队 十一年来 一直转战在山巒重叠交通极其必灾的山区 坚持为农村服务 这个放映队的同志思想红作风好 每个人都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 做到了一专多能 多方面的为农民服务 他们除了带新花书店在农村推销了大量的图书外 还用自己的钱买了五百多本图书随身携带 换起了红色书摊 每到一地 他们就向群众宣传国内国外大事 教社员们唱革命歌曲 和龙县第一电影放映队 在改变山区的文化面貌上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们曾先后二十七次 被评为县、自治州、省和全国的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 是全国电影放映队的一面红旗 天津电子仪器厂 在一九五八年就事办了半工半读学校 学工们有一半时间在课堂上学习文化理论 一半时间在车间 由老工人带领进行生产劳动 学习生产技术 这是一所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心情学校 几年来 这个学校已经培养了六百九十多名毕业生 他们既能从事体力劳动 又有一定的技术理论 毕业生郝家俊留厂当前工 他是三级工 现在已经掌握了五级工的生产技术 毕业生房贵珍 现在已经被提拔为建席技术员 成了工程师的有力助手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